优优独播剧场——YoYo 魔王理所当然就有勇者 而女主正是受到创世神的指示 才加入勇者小队成为其中一员 并与他们踏上了打倒魔王的旅程 在老百姓眼中 女主就是英雄 然而在队友眼里 尤其是这个眼镜男眼里 女主就是个废物 顺带一提 在这个世界上 人们天生带有六种属性之一 分别是火、水、风、土、光、暗 然而只有少数的人 会拥有这六种之外的属性 也就是稀有属性 女主正是稀有属性 反转的持有者 说她幸运吧 确实幸运 毕竟不是人人都有稀有属性 但同时女主也很不幸 正因为反转的副作用 导致她的数据面板 一眼望去全是零 在队友的数据面板 突破几百几千的时候 只有她还停留在零 这就让眼镜男很不爽 觉得这个废物 一直在拖大家后腿 于是有时无时 就会对内霸凌女主 而勇者妹子跟女主是老瞎 两人一开始还是好闺蜜 勇者还会帮女主说话 结果发展到后来 即使勇者看见女主被欺负 他也会装作眼瞎看不见 所以越到后面 眼镜男越猖狂 到最后 眼镜男觉得 对里留着一个废物 也没啥卵用 于是瞒着大家 把女主直接卖给奴隶主 还在他脸上刻下奴隶烙印 女主本来很不甘 结果眼镜男补刀告诉他 这可是你的好闺蜜 双手赞成的决定啊 你就放心当奴隶去吧 女主听完内心大破防 于是从这一刻开始 英雄被迫堕落城接下球 奴隶这一身份所带来的耻辱 让女主万分失落 这个奴隶商也不是什么好鸟 对于手里 包括女主这些没卖出去的奴隶 就想发泄折磨他们 于是他放了一批诗人 让诗人去攻击老里的奴隶们 这些人一个个既受骨灵巡 又手无寸铁 怎么可能打得过 奴隶商告诉他们 说墙上有把大剑 上面施加了能让魔力值提升的魔法 先倒先得 那群奴隶一听 争先恐后去抢墙上的剑 结果凡是碰到那把剑的人 全都当场融化了 这个时候 奴隶商才一边大笑一边解释 说这把剑被施加了诅咒 这下奴隶们又不敢去碰墙上的剑了 但没有武器 就意味着只有死路一条 眼看其他人一个个化作诗人嘴里的肉块 女主陷入了绝望 身后是正在啃食自己双腿的诗人 眼前是将他们视如蝼蚁的奴隶商 选择放弃抵抗 还是挣扎一把 如果横竖结果都是死的话 女主咬咬牙 她要选择最后的放手一搏 此时身后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诗人 女主的双腿被咬得支灵破碎 她努力靠近那把大剑 终于伸手就能触碰到 女主闭上眼 她已经做好了终结生命的准备 只不过一秒过去了 两秒过去了 三秒过去了 好像没有任何痛苦的触感传来 睁眼一看 女主发现诗人全都离自己远远的 而且自己的双腿竟然痊愈了 女主惊讶地拿起剑 那你 明明是把大剑 却竟然如此轻巧 回想着之前队友教自己的剑术 女主刷刷几下干掉了诗人 然后一刀解决奴隶商 走出地牢的一刹那 女主才意识到 竟然自己活下来了 她伸出手 点开数据面板 此时大剑自动收纳进储存空间 就是只有史诗级装备才具有的特性 也就是说 女主现在是史诗级装备的持有者 只不过奴隶商说的诅咒一事 让她非常在意 她现在先不管这些 女主转身 看着从刚才起 就一直抱着膝盖躲在角落的绷带妹 你跟我一起逃走吧 绷带妹的眼睛很漂亮 但其中并无任何感情 就像人偶一样 您愿意成为我的主人吗 女主表示 自己倒没想成为他人的主人 但想着这小孩 估计从小就被灌输了奴隶概念 女主为了带走他 只能先答应下来 就这样 二人的旅途正式拉开了帷幕 逃出去后的第一件事 女主再次逃出大宝剑 开始对她进行全方位的扫描 数据板显示 一旦装备上这把武器 身体各方面的数值都会下降 且最终会融化至死 然而女主完全没感受到 任何有关身体负面的变化 不仅如此 她还反而觉得体内的魔力 正在源源不断流入 奇怪 明明是诅咒的装备 为何现在的情况 就像是逆转了一样 呃 瞧瞧 逆转 原来如此 女主悟了 自己之所以没感受到 任何负面变化 都是因为自己的属性是反转 也就是说 装备被诅咒的越强 对女主就越有利 原来之前 自己数据全是零 跟废物完全无关 不过是没找到 适合自己的道路而已 想到这里 女主心情有所好转 她决定带着绷带妹 先前往西区 她要去冒险者工会 登记成为冒险者 只不过 由于女主脸上 顶着奴隶烙印 工作人员 并没有把她的诉求当回事 甚至还对她们 开下流玩笑 正当女主要暴走时 一个叫戴恩的男人 走进了工会 跟其他人不同 这个戴恩 非常支持女主 成为冒险者 不仅如此 她还帮女主申请到了一份 F级 获取一份狼人之牙的委托 戴恩告诉女主 她是这个工会的A级冒险者 有啥不懂的 可以大胆请教 女主一听 原来是个大佬 还是个善良的大佬 她立刻向戴恩道谢 然后拿了任务 叫和绷带妹出发了 怎么说呢 事实证明 女主还是太天真了 在这种地方 怎么可以随便相信 一个陌生人的好意呢 这个戴恩 也不是什么好鸟 她根本就不是什么 A级冒险者 她之所以能成为A级 都是一路走后门走上去的 而且她给女主的委托 才不是什么F级 而是D级 D跟F中间 虽然只隔了一个E 但魔物的难度差距非常大 所以在她看来 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 奴隶小姑娘 估计是凶多吉少了 镜头转到女主这边 两人一边交流 一边走向任务地点 在赶路的时候 绷带妹终于将自己的往事 告诉了女主 原来她脸上被绷带覆盖住的另一只眼 在很久以前 被病毒感染而溃烂 这种病毒 无法被治愈魔法治好 因此才会缠上绷带 至今都没取下 也正是因为这个病毒 绷带妹吃了不少苦头 被人翻白眼 被人厌恶 被人恐惧 所有人都告诉她 一辈子也别想治好眼睛 然而女主听完 却一把抱住绷带妹 她向这个女孩承诺 未来一定会找到方法治好她的眼睛 魔法不行就用药物 只要不放弃 绝对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不错 这局是大好的画面 大幕很开心 找到狼人后 女主扫描一看 总数值超过500 属于地级范围 好的 她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呃 反正自己的数值一共是995 应该不至于打不过 正当女主准备上场时 却发现这狼人还不止一只 一共有5只 然后下一秒 这些狼竟然合体了 合体后的狼人 直接变成了C级的魔兽 似乎察觉到女主的气息 狼人猛地转头 朝绷带妹猛扑过去 女主一个公主抱 帅气逃出险境 她让绷带妹先离开战场 留自己一人对付这头魔物 这场战斗非常艰辛 因为这狼人体型越打越壮 把她劈成两半 人家竟然还能原地复活 女主在这场战斗中 又是断胳膊又是断手的 得多亏她的属性加装备 才能让身体在短时间内全部愈合 不然早就变到好几回了 拿下任务要求的物品后 女主很快回到了绷带妹身边 工会里的人自然是不相信 女主打倒了D级魔物的这一事实 有些人甚至还想找茬 结果在看见女主身上的 史诗级装备后 才不甘心地闭了嘴 拿着用任务赚来的钱 女主定了间宽敞房间 和绷带妹洗了个热水澡 她还计划明天 带绷带妹一起去逛街购物 她要给这个小女孩 换一身好看的衣服 在女主的关心下 绷带妹也不像刚开始那样冷淡 逐渐敞开心扉 甚至还能露出微笑 不过有一说一 这女仆装真的不错 而且发型也很卡哇伊 果然 女仆设定赛高 二人在逛街购物的同时 还遇到了一个新同伴 修女赛拉 元气类型的美少女 也是处于巧合 修女知晓女主 下一委托的相关信息 于是便加入女主跟女仆 三人一起行动 这边女主在不断邂逅新的同伴 而另一边的勇者 却越来越深陷于苦恼 她知道眼睛男把女主卖掉了 毕竟是老乡 良心还是会不安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种不安感越来越强烈 发展到最后 这种谴责感 已经开始影响勇者的战斗了 眼睛男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她也很愤怒 她让女主跟勇者产生隔阂 把女主卖掉 都只为了能让勇者把注意力 从那个废物转移到自己身上 她想让勇者怀上自己的后代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最强血脉的延续 结果现在废物是走了 但勇者更心不在焉了是咋回事 另外 现在的勇者小队并不算团结 被眼睛男这么一搅和后 小队里的魔法师也有异力队 毕竟谁都不想被卖掉嘛 但魔王都没打完 勇者跟他的小队 要是这么一直消极下去的话 呃 估计够呛啊 感兴趣的大家 不妨去看看这部漫画哟 那么本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点个订阅 大幕将继续为大家带来 更多动漫讲解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